主席有請我們杜次長還有石次長答詢 有請杜次長、石次長 你好,請教 21號沈隆金次長要率台商服務團赴越南 那對方我想交涉的層級 是到什麼層次 目前還正在通過外交部安排還沒確定 那我們期望的目標是什麼層次 請外交部說明到目前為止 總是有一個對象嘛 對,我們已經提出來最少是對等級的層級的官員 什麼部會 我想相關的部會 只要跟台商投資跟未來保障有關係 現在他們的反應剩下兩天就要成行了 總部人不知道我們去會拜會的對象吧 我們這兩天住越南的黃大使已經積極在處理這事情 你們,我會問這個問題喔 不要去晃了一圈啦 不會 不是,我都還沒講完,你不會 如果對方沒有對等層級的話 外交部就表示你們工作不利啊 這是什麼你們會不會的問題 不,我同意啊,我同意為了對見解 所以這兩天我們交涉 所以如果沒有對等層級的外交部代表對岳的工作 發生這麼大的一個台商受害的情況 如果都不能喚起越南政府更高層級的重視啊 這個就是我們自己內部有責任啊 沒有錯嘛,我這樣認定有問題嗎 可以 我要問的就是你去了喔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那個因為陳志祥是禮拜三是先到胡志明市 所以預計到河內跟越南政府見面應該是禮拜五 好 還有一點時間 現在又說去是要談,不是在那邊跟台商含暄一下 那我問齁 市長 有要到重災區平洋跟同奈嗎 要,平洋跟同奈都會去 那現在我們的黃代表在那邊啊 有到平洋跟同奈了解現況回報嗎 這兩天黃代表積極的在跟各個受災的區 現在外面在批評就是說 對我知道 我們在越南的代表就是在胡志明市 在第一個重災區到現在為止派了一個拱 拱局長 拱局長 還在胡志明市 有直接到平洋跟同奈嗎 有有有 已經到了,那代表有沒有 代表有沒有 代表因為他現在還要安排到這個 何進省的鋼廠先去看 有沒有到平洋跟同奈嗎 我要問這個問題 還沒有 還沒有 市長 審市長有計劃到平洋跟同奈 是 兩個地方都會去 好 我要問的就是說 這一次喔 審市長去啊 都市啊 還涉及到要去談 雙方面後續協商 所謂的建立雙方面協商機制這件事情喔 這個是制度化 建立一個機制 這一個才是關鍵啦 因為不然的話 一次性現在新聞浪潮啊 越南政府做做樣子啊 事後他又可以說 我們因為沒有正式外交關係啦 什麼等等 要化危機為轉機 所以這涉及到說 建立雙邊的協商機制 是什麼一回事 然後你們的目標是什麼 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其實我們張部長 在這個APEC的貿易部長會議 已經跟對方的貿工部長 來提出正式這樣的要求 那這個因為在越南 他還不確定 可能是計畫投資部 所以貿工部 五部長會回去之後 把這個東西轉交給越南政府 好 我們再來跟他們 就是我們的目標 是要朝向建立一個正式的一個機制 包括平台包括雙方參與對等的人 對 這樣才能夠有效解決未來跨部會 自己內部協調的事情嘛 這個東西如果這一次審市長去 沒有達成的話 也算在外交上的挫敗 因為發生這麼大的災難 我們有這麼大的一個正當性 都不能夠喚起越南政府的重視的話 那我們真的要重新檢討 越南政府怎麼看台灣的 下一次發生一些重大危機的時候 恐怕還是會重測到這個覆測 是不是可以這樣看 我們會這個看法跟委員一樣 我們這次一定要建立一個這樣的一個機制 對 因為這說實在這涉及到信心的恢復 未來的重建 我想越南跟台灣在經貿上絕對是 有互利啊 互補啊 合作 這一個相當大的一個空間 不然不會有那麼多台商跑去那邊 所以這一次起因也不是因為台灣 但台灣受害 我想他們也了解這個嚴重性 對他們經貿的傷害 所以 一定要 溝通說服 在 藉由這樣一個危機 化為啊 未來制度化解決衝突的機制 這個是 設定的目標啦 所以你們回來之後 成敗我們也用這個來檢驗你 那麼其實這一次 在整個事件的過程裡面 我們 在為後續的協商 有沒有 打算組織一個 律師的 律師團啊 來打官司 或者說 因為你這個涉及到你現在所謂的 有好協商 不行的話用P2G啊 國際仲裁 個別的台商喔 經不起法律的折磨 除了我們政府做後盾 有沒有一個法律諮詢團 義務的免費的來提供 然後怎麼樣這樣的組成 你跟我講 說明一下 我們現在是由我們這個 初步是先由我們這個 投資誘助有一個台商 海外投資的一個服務的 這個法律團隊在負責 那是不是可以針對個案協商協助 針對個案協助的話 我這樣先跟委員報告 我們原則上 我們也不願意看到台商 每一家台商自己花很多錢 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政府 希望能夠由政府制度化之間的協商 能夠幫台商 能夠大部分解決大部分的問題 當然如果解決算 我現在有一些沒解決 必須走法律途徑 必須要走法律 我們現在 現在越南有聘了一位董中文的 這個在地的越南律師 先提供初步的諮詢 那麼將來如果要走到 走到這個後面的這個 跨國的這個國際仲裁的時候 我們會 會來 再來就這個 現在就要對外宣布 我們有政府做 越南台商的後盾 在法律上面的未來的 所謂仲裁的糾紛的這一些 所有的 法律的這個訴訟 我們政府願意提供 因為這幾家而已嘛 目前 重災的受傷 受害的 我們就是把它列出來之後 政府能不能主動保持關懷 包括現在諮商 後續的官司 我們全民做你們的後盾嘛 這花沒多少錢 但代表一種誠意 代表一種決心 能不能在這裡跟我們回應 宣示一下 法律協助諮詢的部分 我們一定會做 那麼 將來如果訴訟廠商 可能會有他自己的 這個律師的部分 當然我是說 他有需要 他沒需要 我們至少關懷過了嘛 這個沒有問題 政府一定會來 來協助所有 免費的義務的 立即的 針對每一家受害的 台商在法律 諮詢跟訴訟上面 我們支持他們 我們現在在這個 胡志明市所提供的 這個就是免費的 沒有啦 你現在是諮詢 我現在包括整個法律過程要走完啦 那個很冗藏折磨人啦 那是二度傷害啊 很多人喔 受害 我想很多人就就認賠了 這個關鍵就在這裡 我說 共通性的法律的資訊服務 這個政府會來負責 對嘛 我剛剛講就是個別性的吧 對 那對 那共通性也個別性 就這 你算算就這些家 個別性的廠商 他會自己委任法律 市長你還是沒有聽懂我的話 他要自己解決的時候 那我們人自益盡了吧 但是我們要表達政府 我們現在立法院在這裡開會 我們有什麼正面的決定 讓台商感受到 我們的支持跟溫暖嘛 所以我認為是個別的 你去調查 有需要到後續的法律訴訟 就這一次啦 就這一次 越南台商受害的本身 我們在提供法律上 無條件的免費的支持嘛 委員這個 這個如果要走到國際仲裁的這個部分呢 時間很長 所需要的費用 將來都會在他的賠償裡面去呈現 你後續 政府可以去 我們現在正在經濟部在評估 是不是有 可以提供一些 在這個 訴訟的補助的部分 我們正在做評估 好嘛 你就說沒有辦法 全部在你現在朝補助的方向嘛 我們正在 說實在啦 發生這些事件 第一時間 大家真的為這些 法律齁 非常攏長 非常詳細啊 非常難懂的東西所困擾 有時候乾脆齁 任賠殺出 那 最後其實會用到的也沒 一定很多啦 所以我希望 經濟部啊 跟外交部回去研究 這個就是國家在我們國民 受到傷害的時候 那一種展現的一種決心 跟支持的力量 好不好 再來齁 請部長 十次啊 我今天來也是有問過多少台商 我第一時間 在513暴動事件的時候 我就 包括 匪代表啊 我都跟他直接通電 我還請我們 外交部的 亞太使長 到隔天514開記者 他還在這邊推託 想找一個副參試來 我說 天大地大地的事 這個整個過程齁 你們都是慢 不是半拍三拍 我在國安單位做過 不是等會燙起來 燙了之後再去看 要預防讓火 你能夠發生在平洋 就會在同耐嘛 就會在縣港 就會在 可能 往越北嘛 北越嘛 所以我說這些情形 真的是在危機處理上 是不及格 那我要問齁 一個很關鍵 未來台商能不能安心說 發生的時候 打電話給我們 胡志明代表處 相關的人 調不到公安嘛 調不到消防車嘛 能不能在後續的協商 要求越南政府啊 一定時間 比如說如果有聚眾糾示 一個小時內 要公安要派出來 任何有涉及到可能的火災 消防隊 半小時內要派到 有沒有辦法把這個列路協商 洋洋傻傻十幾點 都是台商的心血 我請市長現在回答我 這個才是真正 後續台商在評估 有沒有信心啊 繼續留在那邊 你講一下 我想這兩天我們跟越南住 呃 呃 我們這個裴代表 基本上就是做這方面的這個要求 因為 那個都要時間 對 因為當時越方給我們的警察 如果要求他們外面做是他們責任 對我們會很明確的要求 我最後喔 再20秒 整個我們的國安單位 在應付這件事情上面 都是啊 wistful thinking 很多一廂情願 希望事情不要很嚴重 做危機處理就是要 假設最壞的想定的劇本 目前還不一定 就止息 單一事件也許這樣 未來因為中越的衝突 不會因此就結束 看起來會 會燒一陣子啊 所以這裡面涉及到就是說 國安會 跟你們的這個 針對台越之間的交涉 後續的關係 要有一個更常態性的 持續相當的時間 不是針對513 這個到518這件的事情啊 你們應該 建請國安會要跨部會的來 成立一個 至少是專案小組 持續的 用一個國安高層會議的層次以上 你是不是能夠代表 反應立法委員 至少我在國安會也擔任過諮詢委員 三年以上的時間啊 這件事情 你可不可以反應一下 我想基本上 我們就在這樣的規劃 規劃嘛 問題是到 剛剛發生到現在為止 說實在 真的 還是相當一廂情願 我希望說做最壞的準備 然後這個 這個最好的因應 謝謝